哈囉 大家好 我是放學後回家沒事做成立回家部的部長 根根 回家部部長 部部長 根根 那我還破音 好 我可以耶 啊 你可以 什麼 不然這活動怎麼開始 我說 開始轉囉 好 你轉吧 轉囉 轉了 轉 登 登 登 是什麼 欸 恐怖的 恐怖 恐怖的經驗啊 我講個我國小的故事好了 哦呦 編的嗎 哦呦 不是 不是 我們要猜你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嗎 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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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小的時候 然後有被家長就是不是會有那種帶出去一起吃飯嗎 去山上的某間餐廳喔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的水池 我跟親戚的一些小朋友 那時候真的都還太小了 小朋友不是很喜歡一直待在座位上吃飯嗎 所以很早很早就先吃完 然後馬上就開始 一起去玩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決定玩躲貓貓 然後 經過了一番 選擇誰當鬼之後 不是我當鬼 所以 我就開始要找地方躲嘛 然後 我就躲在一個池塘旁邊的石頭裡 蛤 石頭裡 旁邊啦 算旁邊 然後那個 我媽從石頭裡奔出來 然後我 純悟空是你 然後我在躲的時候 我很緊張啦 然後摸著那顆石頭 我就發現 有兩隻蜈蚣在我的手上 Oh my god 我就甩了一下 狡猾直接掉進池塘裡 然後我就沒有意思了 你就沒有意思了 那你怎麼還活著 可能有人找到我了吧 反正我 張開了眼睛的時候 我在餐廳的地板上 然後看著 開著燈的天花板 然後很多大人圍到我旁邊 說我怎麼跳進去 是想不開的故事嗎 我在猜應該是那個啦 因為他們有聽到普通的聲音吧 因為我是疊進去的樣子 我被嚇到然後疊進去了 對 哪如何都 這就是你最恐怖的經歷了嗎 但是我還有印象的是 我在水裡 沒有偵察 而且眼睛 是張開的 我還看到很多 養的那個鯉魚嗎 嘴巴會一直在那邊 一直張合張合的張合那個魚 很貴的那個魚 在我旁邊有愛遊群 然後他們也不是很緊張 然後我覺得我非常的美麗 然後我就失去意識了 哇 帥下去還可以欣賞到 魚游泳的 我沒有 我沒有先掙扎 我在那邊看魚 然後我眼睛就閉了 你確定你沒有穿越到異世界嗎 應該有 現在這個世界不是你原本的世界 你已經穿越了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真的有掉進合理過 那一年是2012年嗎 那一年 那一年 傳約 那一年我記得是 遙遠的未來 遙遠的未來 什麼是未來 沒有 這是真的發生過的 這恐怖的事情 就是那兩條蜈蚣在我的手上 超大隻欸 你不是差點溺死的經驗 而是蜈蚣嗎 我怎麼都覺得差點溺死比較恐怖 就這樣 就這樣嗎 OKOK 其他人給過嗎 你們覺得他是在唬爛還是說真的 我覺得他在說真的吧 應該是說真的 我是說真的 不行啊 為什麼掉到水裡會 對啊 喔那個池塘也真的沒有很深 我好像就坐在池塘底吧 然後雙手張開 很像那個什麼啊 魔法公主那樣嗎 不是魔法公主 那個 攻擊軍有一部電影 女孩子從天慢慢掉下來那樣個 天公之城 對 我就像那個女主角一樣 這樣慢慢的沉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眼睛是張開的 看了旁邊都是魚 然後就這樣慢慢的掉到對 眼睛竟然不會痛欸 對對對 這一點也很神奇 眼睛不會痛 這是真的 眼睛不會痛 我當時也蠻意外的 對啊那個魚裡面都是魚的排泄物欸 也有可能我 掉下去的那一瞬間 失去意識了 然後我剛剛講的那些就是 我也不確定啦 就 真的看到了 就是這樣 不過失去意識很神秘欸 你是頭撞那種 池塘昆倒是怎樣 我不知道欸 好像是吧 好像是吧 很神秘欸 反正我覺得就是像天公之城那樣 慢慢的 慢慢的掉落 有所謂的 很正常 不是 冰這個